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計畫 我是老頭Automain 我們好久沒有回來方舟生存計畫啦 看到這一集有沒有興奮啦 為什麼會回來呢? 更新了嘛 昨天呢 得知一個消息 一個新消息 我們的這個官方啊 ARK的官方 跟模組沒有關係喔 我先講 這個全部都是ARK最原始的官方 他們所更新的一些變動 那老頭呢 比較有興趣的部分就是恐龍的一些變更啦 比如說重建模組啊 以及他的功能諸如此類的 那邊怎麼會有一隻紅色的古神翼龍啊 我不記得古神翼龍Alpha好不好 算了 不管了 好啦 反正就是這些更動呢 就是一些恐龍 新的恐龍 不是新的恐龍 原有的恐龍的模組更新 以及他的一些新的功能 我剛剛好像講過了嘛 對不對 新的功能 然後呢 還有一些細微的微條 這些細微的微條老頭就不一一拿出來敘述了 因為太多了 如果要看的人 可以去這個 影片下方說明有一個巴哈連結 可以點進去看 裡面就會有一些 經過翻譯的 經過翻譯的這個文章 好不好 OK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隻呢 這就是我們的巨人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發現這隻巨人跟以前版本的巨人不一樣 臉是不是不一樣 毛髮是不是不一樣 這隻也就是經過這次更新 這一波更新 稍微改變了外觀 我是覺得他這樣子變得更許許如生了啦 然後呢 他也多了一些功能 現在就是 先稍微幫他點一下這個負重 好 我們上去看一下 好 他多了功能其實還蠻多的啦 那其中有樣功能我現在好像沒有辦法展示 他會攀爬 好不好 他就是會攀爬 他會那個 他會爬那個藤蔓 但是我們現在這裡沒有藤蔓給我們做示範啦 我們可能只能用影片帶過 所以說這個真的沒辦法做到 不好意思啦各位 就是他的動畫也更新 聲音也更新 新增攻擊方式 那個能對護甲耐久造成更多消耗 就是好比說 如果你是玩PVP多人 你騎著這個巨人去攻擊別人 那個護甲值對方會消耗很多 就是增加對方被消耗護甲值的這個 這個一個功能 然後呢 他呢 他這個功能呢 雪怪不會有 在雪山不是會有白色的圓人嗎 他們白色圓人 雪怪嘛 是不會有這個破甲的功能 所以說呢 只有一般的這種平地的圓人會有這個功能 那馴服方式我想應該也是一樣啦 對 那他也競爭了跳躍的能力喔 之前原始的這個 原始的這個巨猿是沒有這個跳躍的能力 沒有這樣子跳的能力 之前你看到的那些全部都是模組做出來可以跳 但是基本上官方的是沒有辦法跳的 然後呢 他可以攜帶頭指小型生物 這個很有趣喔 老頭之前發現的喔 來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看到有圓人走到這邊嗎 看到這隻魚鳥有沒有 我只要對他按著吸鍵 他會把魚腦抓在肩膀上面 有沒有 超屌的 是不是 這樣子感覺 可以在帶那個什麼 小生物啊 或是什麼其他的生物過去 可是大型的就沒辦法了啦 像是 像是我們這一隻大地狼應該是沒辦法 大型的沒辦法 然後呢 如果你要這樣子投擲過去的話有沒有 就按C 他會把我們這個 手上這一隻魚鳥 丟出去 丟出去的腳一直抖有沒有 還蠻好笑的 再一次再一次 丟應該是沒傷害吧 還直接貫穿 而且你還可以選擇你要往哪裡丟 他按住吸鍵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準心 選擇你要丟的方向往上丟好 肥屁股 哇 喔好遠喔 這個有什麼用處呢 其實大致上這個用處就是 你打PVP的時候有沒有 你打PVP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那些就是 呃 有BUFF的能力的一些恐龍往前丟 比如說會讓 比如說像是那個什麼 有一個龍是什麼會偷人家身上東西的 就是一個助攻的概念 你知道嗎 打一打往前丟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直接飛到敵人身上 然後敵人的旁邊把東西偷走 類似這種感覺 好的 那麼這次的更新呢 還有我們的袋鼠 他的模型跟動畫還有聲音全部都更新了 如果有玩過方舟人都知道 以前的巨型袋鼠長了一副結實臉的樣子 感覺好像我們欠他八百萬這樣 但是現在的這個袋鼠呢 被更新的非常的多 毛色以及他現在這個表情 我真的覺得 栩栩如生 我覺得現在的袋鼠真的做得很棒 耳朵還會動有沒有 超屌的 以前袋鼠是死於臉 完全都不會動這樣子 然後呢 他這次更新了 減低了掉落傷害 以及提升負重 然後可以在這個袋中 攜帶小型生物跟這些小寶寶 不侷限於他自己的 別的小寶寶也可以帶進去 以前是只能裝冷 現在是可以帶小寶寶進去 而且他帶小寶寶進去 還有他的功能 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現在立馬生了一隻 超級可愛的小猿人 有沒有看見 哈哈 矮短肥的小猿人看見了沒有 超級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小猿人做的有點怪怪的原因是 為什麼 為什麼那種小寶寶生出來 矮短肥然後毛色跟臉都長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一長生下來就老了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猿人的猿人出生的這個模組 我覺得還要再好好修正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點太奇葩了 你要說可愛也是啊 可是 不可能一生下猿人的臉就長這樣啊 而且他的腳跑去哪裡了 我覺得這 有啦有看到腳啦 太短了太短了 好不好 所以說呢 我覺得他這個模組沒有做好 可是好可愛喔 該不會這是方舟的一大特色吧 好不好 那這是我用指令召喚出來的啊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功能是如何喔 好那負贈有負重有所提升嘛 那 我把我的鞍放進去 然後 看一下 他移動速度跟以前好像不太相同 欸 你有看到袋子會往後跳的嗎 以前的袋子好像不太會耶 對啊 要怎麼把它裝進袋裡面 按C鍵嗎 真的耶 裝進去了 看 哈哈哈哈 OMG 他真的把他丟進去 按C鍵他把他裝在袋子裡面了 好屌喔 不要擋住我畫面 你看真的 而且重點是這個是重點喔 這個跳鼠呢 就是怎麼說 他上面有說明說 在配偶加成的母袋鼠的袋 袋中的玩家 可以減少食物消耗速度 那我這隻是公仔還是母的啊 我這隻是雄性的 所以說如果我被裝在袋中 我是不會有這個減少食物消耗速度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點是 在袋中的又窄又兔 應該是唸 欸那是唸的怎樣 兔窄 那應該是唸窄 就是小寶寶的意思 好 留痕時間增加的留痕更多 我們看一下他現在在裡面 要怎麼增加 怎麼怎麼幫他增加留痕度啊 是什麼意思 他是什麼 留痕時間增加更多留痕度 可是我在他的這個 想要抱抱 我直接在他這邊按想要抱抱看看 怎麼做加零 我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設定上的缺失 因為我設定的秒數非常的快啊 所以說他加留痕度的這個 係數基本上是沒有 而且我想把留痕度給關掉了 所以說在袋子裡面 這次的更新 小寶寶在袋子裡面 你幫他 幫他使用留痕度的這個 就是幫他啟用留痕度 比如說抱抱啊 餵他吃東西啊 增加的留痕度會變高 這個是一個新的功能 我覺得還蠻屌的 然後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餓死 我看一下他真的好像快餓死了 我可以丟果實給他一下 為什麼不能丟果實給他 可以啊 為什麼丟劍不要 就餵他 不然你要真的餓死了 好不好 然後呢 他好像 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瞄準跳躍 瞄準跳躍的功能呢 就像是那個 異變的螃蟹有沒有 在準備跳躍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準心讓你跳 我們先 我們先稍微 按空白鍵 喔有欸 他已經預備蓄勢帶發了 然後瞄準 瞄準 跳 哇 好高喔 以前的袋鼠好像沒有這個功能嘛 對不對 現在袋鼠居然就有 欸 我的骨神翼龍死掉了 我的骨神翼龍 等一下 我的骨神翼龍怎麼被 被蟒蛇咬死了 而且我記得我骨神翼龍好像有裝泰克裝備齁 哇 居然跑到我家裡面殺野啊 這傢伙 難怪我骨神翼龍會掛掉 幹什麼東西 順便順帶一提 順帶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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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毒蛇呢 現在的毒蛇啊 他不會 怎麼講 現在的毒蛇他不會攻擊 攻擊暈眩的敵人 就是很多常常有人會死掉 就是被毒蛇暈倒 毒蛇一暈倒了之後有沒有 他還會繼續攻擊 但是呢這次改版的毒蛇不會 他不會攻擊不會動的敵人就對了 當你不會動的時候 他就不想理你了 這是什麼 小刀龍的蛋 他的蛋還蠻可愛的吧 好不好 那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袋鼠 欸我們袋鼠在哪裡 在這裡 可以瞄準 他可不可以跳到牆壁上面啊 想太多了 不可能 總而言之呢 這隻跳鼠的機動性也變高了啦 我個人認為機動性也變高了 欸跳好遠喔 最好是 最好是現實世界的袋鼠這麼的屌啦 現實世界的袋鼠應該沒有這麼厲害 這個是方舟的袋鼠好不好 好啦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看的是這個恐熊的這個新的模組造型 那他這個這次動畫也更新了 然後新的毛皮材質也做出來了 各位如果有去再比照一次真的是許許如生 我已經說過好幾遍了 真的差很多 你看他連嘴唇也做得這麼細緻 你有沒有看見 他的下嘴唇 好粗喔 哇 對好像每一隻熊的嘴巴都這樣子 熊這樣看著我其實還蠻恐怖的 有沒有 那他的一些新的能力就是呢 當玩家騎乘恐熊的時候啊 玩家被蜜蜂的這個攻擊是免疫的 而且不會被擊落 而且蜜蜂將會攻擊 把攻擊的目標都放在熊的身上 而且呢 恐熊呢 將可以在不驚動這個蜜蜂 而且不傷到蜂巢的情況之下收集蜂蜜 而且數量是兩倍 然後我們家這附近好像也有一個蜂蜜 我不知道我們家的有沒有辦法行得通欸 我好奇一下試試看好了 我之前我記得我們之前介紹 介紹這個蜂蜜的時候 介紹這個蜜蜂新的生物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欸 蓋在這裡好了 那邊怎麼會有隻青蛙 算了不管了 如果我是靠近的話我應該會被攻擊 好像會 欸不會欸 欸有有有 開始被攻擊了 不要 不要 oh no 一 一個一激動就噴上去了 我被咬 我被咬了 好我們放一下鞍 來來來 欸也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啊 熊哥哥 別這樣 OK 那我們現在一靠近 好像就是不會嘛對不對 自己的好像沒辦法 沒辦法挖取欸 還是我們 我們要去森林裡面找一下啊 我看一下 右鍵一樣嘛 爪擊嘛 左鍵一樣攻擊嘛 我想要先把這個青蛙弄死 我怕他等一下攻擊我們家 我們家的生物 幹什麼東西 咬一下四百多 死掉了 抱歉 他的功能好像真的是這個樣子啊 欸 越跑越快 跟以前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覺得在這個森林裡面 要找到蜂巢 其實有點困難欸 OK 我們現在人在那個 紅樹林齁 不過呢 我們的確是有找到蜂巢啦 但是 我覺得很尷尬的是 蜂巢全部長在樹上 他們的這個 熊挖不到 挖不到蜂巢 你知道嗎 一整個就很鳥 所以說我覺得 他這次的更新 應該也需要好好的新增一下 讓熊稍微能夠爬一下樹吧 不然的話 長在上面 你要怎麼取得蜂蜜啊 啊 雖然說 哎呀走開啊好多喔 雖然說有一些蜂巢真的是有長在地上的啦 但是 對於長在樹上沒辦法採集到呢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 沒辦法勒 對啊 挖不到啊 你說蜂蜜兩倍我還蠻想試的 但是他沒辦法爬樹啊 啊只能看吃不到 啊怎麼辦 啊 還是說 用一般弓箭射射射射他 然後讓蜂巢掉下來 現在有這個功能嗎 好沒關係我們試試看好了 射一下 欸 結果我射了 裡面是沒有人的是不是 欸裡面真的沒有人了欸 他好像也沒有血量一樣這樣子 把射包的怎樣 欸 喔爆了 裡面沒有住人 裡面沒有住蜂蜜 蜜蜂 他變了一個袋子這樣子 我這樣沒辦法做測試欸 好好笑啊 你看上面一堆蜂草啦 啊我什麼都弄不到啦 啊 你要叫我怎麼採集雙倍蜂蜜啊 走開啦 我們敵人超多的 射一下 好 長在這裡 欸對啊為什麼他們不會出來啊 人家說這是Bug嗎 欸我真的找不到在地上的蜂蜂 我沒辦法做測試了 不過呢官方都這麼講了我覺得應該是一定是這樣子啦 雖然我想展示給你們看但是 就沒辦法了 我找不到蜂蜂 蜂蜂真的有點難找 好我唯一能夠想到的地方就是紅樹林了 沒了 就是紅樹林沒了 好啦再來呢就是我們的恐狼了齁 一樣是魔組動畫新毛皮材質都更新 然後呢 外觀變得非常的更像 躍躍的 我突然覺得他長得超像哈士奇的 就以整個更可愛的起來 以前的狼跟現在的狼我是沒有特別的去 去看啦 但是好像真的差的還蠻多的 感覺就像是新的生物這樣子 然後呢 他現在的特殊能力呢 嚎叫會提供一個五分鐘的buff給自己啊 然後呢 冷卻時間 冷卻時間CD一分鐘 同時呢 狼群會一起吼叫 我怎麼一直口氣一直講錯啊 然後全體暫時提升能力啊 可是他這邊沒有詳細的提升能力的數值 所以我也不知道 然後呢 又新專了一個被動技能 獵人直覺 能夠嗅到血量低於50%的玩家與生物 他的嗅覺能力呢 可以嗅到附近的探索者筆記 也是不錯的 可是這個是要自動發動還是什麼啊 他的一個被動技獵人直覺嘛 那嗅覺能力好像是主動技能 以及埋在地底 或者是有竊盜能力的生物 是可以嗅到這些東西啊 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月月 然後我這邊的月月大軍呢 已經準備好了 各位準備好了嗎 月月大軍 哇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很漂亮欸我覺得 Let's go 月月大軍 我們怒吼吧 我知道按C是嗅覺 按C是嗅 然後右鍵應該是狼豪 有有有有有加BUFF了 哇 快叫啊 都要CD一分鐘我忘了 攻擊好高喔 有沒有 這個這個血量 然後一撇 這個就是那個 新增的被動技能 獵人直覺 可以嗅到低於50%血量的敵人 以及生物 我們現在看一下嘟嘟鳥的血量好了 來來來 我們先設法把它打到 大概是一半的 一半的血量 來打20滴以下好了 別跑別跑別跑 好了 這樣子應該50%以下了吧 有沒有有沒有 顯示出來了 顯示出來了有沒有看見 可是他現在回血了又消失了 有沒有 超屌的 然後這是死 這個是死亡的獵物的信號這樣子 那探索者筆記 以及埋在地底 有竊盜能力的生物 這個話 我就不 就不曉得 應該是類似就是 盜彈龍那些的吧 會偷你身上裝備的那些的 我覺得 按下C看看有沒有顯示 什麼東西好了 感覺好像秀不到的樣子 來 我們去一下 裡面的紅森林 看一下 然後這個血量 第50%顯示的標記出現了 跟著駭鳥一起 喔 我就不要理他 我們繼續走我們的 幹什麼啦 喔唷唷唷唷唷唷唷 你要把我們加的月月瑤死阿大哥 我們該吹一個攻擊我的目標 還是吹中力好了 唷唷唷唷 這樣他們才不會死掉 阿嗚~~ 狼豪 紅樹林在哪裡 紅樹林在這裡 來來來 我們這邊走 狼群大反攻 登登登 唉唷唉唷 很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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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嗚~~ 哇 大爆走 哇 等一下 是誰那麼強 把我的狼狼都咬死了 是誰那麼強阿 哇靠 五隻 六隻剩三隻 哈哈哈哈 六隻剩三隻 有沒有有沒有 你看那個獸頭獸有一個眼罩的標記有沒有 那個就是有被探索到用我的西劍嗅覺 嗅出他被埋在那裡 有沒有 很屌有沒有 然後等一下就往我這邊撲過來就攻擊他 幹什麼東西 馬上應對到有沒有 一個神應對 高超的應對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這個恐狼的buff提升也不錯 帶著狼群 然後又有buff效果 哇靠小盜龍小盜龍 靠北 NOW 被突襲啦 這裡好恐怖喔 我要回家了 還好我們的月月有幫忙相挺阿 好啦 現在我們最後一隻呢 就是我們的重頭戲霸王龍登場了齁 咱們的霸王龍呢 那這次的這個模組更新呢 哇 改的非常的多阿 然後一樣是新動畫 新毛皮 新材質 這一次呢 他的buff是呢 而且是首次霸王龍有buff功能 不然以前的霸王龍基本上 就只是一個花瓶 沒有啦 其他攻擊力也蠻高的 他的咆哮呢 可以使飛猛友受到一個小小的陰穴 就是有點像龍吼 吼完之後你會想要捂耳朵有沒有 因為太大聲太吵了 然後呢 受害者的冷卻時間 將不會持續受到限制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你發動的技能 比如說我現在某個技能發動之後呢 需要10秒的消耗時間才可以再發動一次 但是這霸王龍的吼呢 吼他之後 並不會影響他倒數10秒 所以說你是找死阿 你用我 就是說呢 他的吼呢 我還是會繼續10秒 繼續 繼續 唉呀 到底有幾隻阿 我說 真的很受不了欸 唉 受不了欸 等一下 我感覺很危險 好 OK 結束了 反正就是不會打斷你的BUFF 的CD時間就對了 然後呢 他這邊也說明 咆哮將無法下倒超過 其水平的任何東西 跟他相同水平的 大致上就是 幾倍龍嘛 然後南方巨獸龍嘛 他可能比 就是超過他以上 或是跟他相當水平的龍吼 他們都不會被受影響 然後呢 就咆哮導致玩家停頓 但不會暈眩他們 如果是玩家的話 我們會停頓 不會暈眩 沒關係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他這邊還說明了 霸王龍爬過小石頭 或是斗布的能力得到改善 就意思是說 他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石頭卡在那邊 現在可以就是 腳伸過去好好的攀爬意思就對了 好不好 哇 這霸王龍真的有帥到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像是這個比較顛簸的地方 他有辦法上去嗎 應該是可以 這個真沒問題 那石頭呢 靠北這麼快就沒體力了 你是洛基是不是 超級洛基 有沒有改善 我是看不出來 好不好 這個各位就自己有待觀察 我就不 我就不多做 多做示範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示範他的吼 他的吼呢 到底有沒有像這個說明中的 如此的威猛呢 我們看到最前面那隻小隻的 這個什麼 水龍獸了有沒有 對他吼一下 有沒有 暈眩了 暈眩了 而且速度變好慢了 好 把他咬死 他對小動物那些 野生生物會暈眩 但是對人 對玩家不會 玩家只會停頓而已 好 很可惜 我們現在沒有玩家 就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說呢 我沒辦法做測試 好 這有 有待各位自己想辦法測試吧 有沒有 吼一下 暈在那邊 然後還拉了一坨死 欸 如果照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要產大便 就直接用吼了就好啦 都對我們養一群野生的嘟嘟鳥有沒有 然後在那個圍裡裡面 然後給他吼一下 一堆大便生出來了 好 不需要 不需要再餵那個 劍形象吃白果了有沒有 呵呵呵 是不是很屌 好不好 威力 威力比以前更大了 這我們的霸王龍 好帥喔 欸 這次的霸王龍真的很帥 我說真的 紋路做的比以前更細緻了 我倒希望他第二波把南方巨獸龍的模組重建 一定會更帥 而且說真的 南方巨獸龍的模組啊 其實 應該是怎麼講 真正的 真正的以前的古 真正的侏羅記還是哪一個時期的 南方巨獸龍其實沒有這麼大隻欸 那個好像文獻都有講 南方巨獸龍其實沒有這麼大隻 是因為方舟故意把它做比較大隻 然後把它做得更強這樣子 好不好 這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小知識 好吧 那麼今天這個第一波的更新 就差不多到這集為止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塊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這個如果有新的波 新的 第二波的這個更新 第二波的L TLC更新的話呢 我們再見面啦 掰掰